就是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資本主義的興起 另外一個就是民主浪潮的興起 資本主義的興起讓全世界市場變開放 但是走到三十年後各位離開校園的今天 好像有一股另外一個不知道是不是逆流 還是一個過去三十年時代的一個潮流的保護主義重新興起 今天大家看到中美或全世界的貿易的對抗 越來越走向一個新的保護主義 同樣的民主的浪潮 當它吹起全世界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肯定民主 但是剛才校長也有聽到 今天似乎全世界被另外一個逆流所衝擊 就是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今天可以因為一個口號 因為一個宣誓或者是一個動作 就獲得了很大的一個支持 但是它產業瞬間的苦風滑溜 這個就是民粹主義